各位同学,我们继续学习前中书的读医术语言 上次我们学到第四段,现在看下第五段 《蚂蚁和足跡的故事》 一到冬天,蚂蚁把冬天的米粒出晒 足跡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 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 到现在挨饿,活该 这故事应该环有夏文 据白拉图对话篇说 足跡进化,变成诗人 照此推论,坐汉着诗人穷饿 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的是蚂蚁了 足跡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 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 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教他生活 比如开追悼会,写纪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 原著里面的蚂蚁,为什么会责被足跡呢? 因为足跡在夏天只是顾着唱歌作乐 而不处备粮食 到了冬天,他向蚂蚁借粮 蚂蚁责被他以前太懒惰 现在活该挨饿 原著的故事如有什么教训呢? 他是讽刺好日乎劳 工作懒惰的人 最后一定会招致恶果 作者引述了哪个人的著作呢? 作者是引述了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 那本书里面,他说足跡进化而变成诗人 作者引述柏拉图的著作有什么用意呢? 他是借柏拉图的著作 把蚂蚁和足跡的故事加以改写 既然足跡变成诗人 这样不肯救助诗人的人 前身就是蚂蚁 他再作进一步的引申 足跡饿死会变成蚂蚁的粮食 而诗人死了之后 那些不肯救助诗人的人 却会为诗人开追道会 写纪念文字 借此而牟利 经过作者改造之后的故事 又有什么寓意呢? 他又讽刺着社会上一些 对诗人、艺术家见死不救 而又在他们死后乘机牟利的人 我们再看下第六段 《狗和自己影子的故事》 狗含着肉过桥 看见水里的影子 以为是另一只狗也含着肉 因而放弃了嘴里的肉 跟影子打架 要抢影子含的肉 结果把本来有的肉都丢了 这篇预言的本意是戒贪得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旁的方面 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 可以常常自照 知道自己试过什么东西 不过能自知的人 根本不用照镜子 不自知的东西 照了镜子也没有用 比如这只含肉的狗 照镜以后 反害他大叫大闹 空白自己的影子 当作攻击狂吠的对象 本来狗一类的东西 照什么镜子 原著中的狗和影子的故事 含有什么寓意呢 它是奉刺一些贪得无厌的人 最后必一无所有 大作者将狗看见何中的影子 比喻什么呢 它将狗看见何中的影子 比喻为人照镜子 一般人认为人可以凭着镜子 看清楚自己的样子 但是作者表示 有自知之明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照镜 而无自知之明的人 就会对着自己的影子 大吵大闹 等于不接受自己的缺点 而迁怒于人 作者从中表达了什么愿意呢 它是讽刺无自知之明的人 不单不肯接受事实 更加会老羞成怒 胡乱批评别人 那又等我们做两题练习吧 看一下参考答案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